下面,我将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在讲台上致辞。 秘书长先生,尊敬的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我非常荣幸,非常高兴,欢迎诸位参加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并不经常面对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亲身解决的问题。 非常罕见的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发挥作用,使世界更加美好。 更罕见的是,当我们每人都能迈出一小步,我们就能实现巨大的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今天向所有的人发出呼吁, 首先,向今天即将致辞的各国领导人, 我敦促你们继续采取行动,迎接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的挑战。 你们承诺去适应,去调整,以满足我们所服务的民众的需求, 使我们能够加速实现两性平等的目标。 由我们来决定,如何来为女童提供教育, 弥合数字鸿沟,为女性实现和享有平等的经济机会而奋斗, 结束基于性别的暴力和祸害。 第二,对我们在座的各位,改变现状是我们的责任。 你们的笔,你们的声音和你们的选票拥有塑造社会的力量。 今天在这里,在这个大会堂,你们代表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声音, 更多的是那些委托你们代表国家在此发言的人们, 他们期待着能够实现世界,改变世界的愿望。 在过去的一季会议上,联合国各位代表通过了关于女童的决议, 防止对移习女工的暴力行为,改善农村地区父母、妇女和女童的情况, 让我们在这一规范性发展方面做出基础性的建设。 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执行这些决议,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立法, 我们需要改变既定的规范,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坚守自己的责任, 创造一个更加正义和公平的世界。 这对于维护和平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维护我们所服务的民众的权益至关重要。 第三,向世界各地加入我们的民间社会的领导者,感谢你们。 没有你们,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在北京聚首的25年之后, 至关重要的是你们需要继续发出声音,因为你们才了解问题的复杂性, 你们才是专家,我们需要听到你们的声音。 你们在社区弥合分歧以及添补现有差距方面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抗疫期间。 事实上,如果不是新冠病毒的话,你们本该出现在大会堂的, 但是不要害怕,你们的座位依然为你们敞开。 第四,对那些在整个大流行病期间不知疲倦的, 奋战的医疗工作者,社会工作者, 尤其是占劳动力大军的70%的妇女, 我们感谢你们女性的人道主义者塑造了世界的整个历史。 请允许我来这样说,这是你们的故事。 第五,向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成员, 其中包括我们的维和人员, 在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中, 忠于职守地维护妇女和女童的权利的人们, 请大家不要灰心。 我们知道改革是需要时间的, 现在是开展行动的时候了。 第四,向世界的所有人, 全世界的所有人, 敦促你们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当权的女性并不是威胁, 现在女性和男性都要认识到, 当我们拥抱和庆祝多样性的时候, 我们都能繁荣发展。 当被迫流离失所的女性, 她们的需求得到解决, 我们都更安全。 当女性参与和平进程, 我们更有可能实现持久和平。 当我们能够打破障碍和缠旧的定型观念时, 我们可以实现, 我们从未想过的可以实现的目标, 第七,向世界各地的男孩, 我要说, 要知道, 你与你们的兄弟姐妹都是平等的, 没有数优数略的选择, 但是你负有额外的责任, 创造空间, 要倾听, 要学会成为一个盟友, 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特权。 最后, 向我的孙女和世界各地的女孩们, 要知道, 女性没有什么做不了, 要敢为人先, 要敢做, 要敢去创新和突破, 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掌权, 有更多的女性能够有发言权, 各位的话语是有力量的, 信息数据和科学是有力量的, 分享, 你们的生活经验是有力量的, 伸出的双手是有力量的, 团结的力量是巨大的, 永远不要怀疑你的能力, 要坚信和使用你的力量。 女士们, 先生们, 我不需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何时才能真正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 在2030年吗? 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50周年之际吗? 在等到联合国的100周年吗? 为什么要等待呢? 让我们今天就采取行动吧, 确保明天的平等, 这是由我们所有人来决定的。 我们需要得到政府、 民间社会、私营部门、 联合国以及所有国家的充分的支持, 多边主义的力量, 是由各级决策者的个体行动所推动和成就的。 现在是要推动实现平等竞争环境的时候了, 每个人都有力量和机会做出改变, 我相信我们能够携手并建。 谢谢。 谢谢。